ied 字幕視乎 各位!我是Kelvin 今天找我們集體會議 我身處在宗承商場 即是在Shepard和Midland那裡 老實說呢 我住在Toronto二十幾年 這個商場呢 五隻手指 數得完 有一隻 沒什麼來過 雖然我對這個商場呢 是沒什麼印象 很老實說 那我今天也是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中城商場 話說 這裡應該就是80年代那頭的喜好 因為它很接近慶龍中心 慶龍中心都起於1983年 我之前有說過 大家去看 我相信這頭的商場也是大概這個時候起的 所以今天我帶大家進來回憶一下 那裡面以前有什麼店舖呢 以及現在有什麼店舖呢 我是完全不知道 那大家有記憶 以前裡面有什麼店舖 留言給我聽 啊 現在我們就是走走走 開始拍攝之前呢 十二回合 這裡已經多了辦公室 很少有銷售的 這裡很多已經是刺激了 這裡有一間中醫診所 中城海尾 可能這間海尾已經在這裡很久了 那行頭前面這裡呢 就是福郭 這裡有四間店 客人呢 聖記小丑 龍騰 蕭美珍珠 食軒 紅兄小廉 現在沒有3間開店 不是 這間紅兄都開店 來走去外面那邊 中城商場就是大概這裡啦 不知道的朋友或是忘記了的朋友呢 現在回憶一下 他就在Sheppard Midland那裡 走個圈 看看大家會否勾氣大家的記憶以前有什麼店鋪在這裡 老實說我就真是裝作 但是不記得或是甚至乎不知道這裡是有什麼店鋪 我這邊前面就有一間叫什麼林城號 是做什麼的呢 海鮮批發那些 這裡有一間蘋果園 應該做這些按摩那些 這陣子天氣開始冷了 尤其是晚上是特別冷的 大家記得穿多件衣服 這裡就是有一間火鍋英雄 四川野 然後六幅海鮮酒膠 我不知道這間以前是不是已經在這裡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呢 告訴我 法郎啊 又是士巴啊 然後旁邊又是推拿 我發現這裡很多spa 那裡也有一間spa 那這裡就是商場的入口 那剛才我說這裡也有一間spa 旁邊就是 那個是不是老字 老肉火燒 應該都是中國大陸的那些東西了 就是進去商場裡面呢 看一下 我記得上面有二樓的 我記得上面有二樓的 這裡就是一間鋼洗店 這間鋼洗店 這間工程鋼洗店 在我以前做報紙的時候 它已經在這裡了 講解我做報紙的時候 是 想想一下 我什麼時候做 2006年 2007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做現代日報 不知道大家記得嗎 現代日報 那這裡就是二樓 不是很大 就是 這裡有一間spa 即是睡眠窒息證 賣的那些睡眠窒息證機的 有一間鐵打 很多都沒有開 我現在拍攝時間 5點鐘 很多都 二樓就是差不多了 去到這個 這些Shepard的商場 是有一點點的感慨 Shepard這頭的商場 都是二十幾三十年 其實到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 這頭的商場 開始沒落 人也沒什麼 人可以留空 那個感覺可以好好感慨 曾經都是 叫做 輕惶一時 那樣 剛才呢 我就進了這個便利店 那裡 問過老闆 這裡的商場 開了多久 那他在這裡都很久了 他都告訴你 大概1987 88年左右 就是慶龍後期 那因為附近這裡 有慶龍在對面而已 所以這頭的商場 都是大概那段時間的戲 那有一點 很感慨 我覺得 所謂 人可以留空 有很多 很多的 做不到Retail 可能只可以做一些 商業 即是Business那些 Office那些 那剛剛 大家都看到 上面其實有很多 事務所 Office 那大家可以 回憶一下 這裡 可能以前你都經常在這裡 買東西吃 或者在這裡 逛購物 那 那 如果你是 以前經常來這裡 留言告訴我 我對這個地方 完全是 零 零知識 對了 那 今天在忠誠商場的影片 到此為止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 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